歡迎大家收聽三小事的大甲專輯 最後這個環節就是娛樂審死官 剛才的開場大家都猜到接近農曆的7月14 無論是台灣、香港也好 掀起了一陣娛樂圈中人講鬼故的熱潮 陰風陣陣 所以今天我們為了應節的關係 都會講出娛樂圈中轟動的鬼故 是真人真事告訴大家 必須有家長陪同下才收聽 後尾泡泡泡泡 但是大概三四個星期之前 不停有傳媒朋友、記者朋友打來 梁師傅可不可以幫我們錄鬼故 拍鬼故,做些什麼 我們連連你都找我,不要找我了 因為沒有人做得好過你 沒有人陰森得過你 其實我也想離開這個界別 很難的 他們就離不開了 他們纏著你不放 冤鬼前身 所以今年我也有幫某些傳媒錄下鬼故 而且他們現在要賺取點擊率 原來鬼故是永恆的 永恆的 等於色情是永恆的 銀片和鬼片 你拍到今時今日就是這樣 你不會無緣無故多了一些東西 或者少一些東西 但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同的人剝大都有人看 沒錯 不同的年代拍鬼故一樣 總而言之 那個界別 你問我 我做了十幾年 由我去講鬼故 我只是講一些真實的 但我今天講的 既然是我們的娛樂審死官 講的當然是娛樂圈的鬼故 電視台一定有很多 電台也不少 電台也不少 錄音室應該也有 最多 如果有三個 錄音室 我覺得當然是歷史最悠久的那個 沒錯 尤其是你在那裡打工打了這麼久 我有 你聽不少 你先講真實的 我親身經驗 親身經歷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不是接受一些很正統的訓練 所以我會覺得自己沒有太多技巧 即不是學院派 我自己就向他們提出 因為那時候如果我們做那個電台 你沒有發覺的就是在晚上有一個叫做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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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節目是由凌晨兩點鐘 做到早上六點鐘 這個也是很多不是太聰明的DJ 是作為一個訓練型 是因為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一個差不多 做到天罡的節目 做到天罡的節目 是沒有什麼人聽的 是一個人做的 哈哈哈哈 是在做音樂表演的 對於一些沒有什麼技巧 又或者是剛剛新進的DJ來說 是很多時候都用一種來訓練的 通常你就是 出了意外也不怕 沒錯 曾經是試過的 就是有人播一首歌 或者播一首碟 他去了洗手間 因為那時候我們是用黑膠碟 其實他有時候會跳針 連跳針跳了十幾二十分鐘 都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他去了洗手間 沒有人投訴 沒有人投訴 你想想有多少人聽 所以其實作為我們這些新進的DJ 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通常你要做嗯嗯嗯嗯嗯 通常一點多鐘 或者十二點鐘 你就要回去 叫做輕談 嚇到瘋了 沒錯 沒錯 大家都應該知道 現在還有沒有 還有 還有啊 還有啊 不知道已經是幾代了 還有那個電台是不變的 所有東西 無論那張椅子都不變 連你走了之後 那個節目的事件 都一樣是不變的 那你就知道 就是一成不變的 是的 聽聞有人跟我們說 就是晚上的通宵節目 特別多這些古靈精怪物 你做之前已經聽過很多前輩說 已經聽過很多前輩說 打定底了 還有那個電台呢 是零射 冷氣 多這些傳聞 是不是比對面那間呢 都不是 對面那間都不少 對面那間都不少 對 不相百種 對 沒錯 是五十步笑百步 對 我就不太能聽很多對面那間 但是我自己在那裡做的話 我就試過 因為知不知道為什麼 曾經有人說過 或者是一個電視節目也好 或者是一個電視劇也好 他們說那些靈體 是會打電話進來給我們 就是因為其實大家都是frequency來的 就是我們做大氣電波 我們發放的都是一個頻道 只要他抓對那個頻道 他就可以跟你在那個空氣裡面聊天 所以就有小芙蓉打電話上去 講自己慘 被人慘殺慘 陷害那個故事 所以才成為了香港歷年來最轟動的一個鬼故 就是這個小芙蓉打電話 講自己的新宣史 成為了一個最轟動的一個事件 所以你為自己做大氣電波 其實是陰氣電波 沒錯 他調整得對 他就可以跟你溝通 對 好了 講講李麗玉的真人真事 我試過有一晚 其實也有點害怕 因為聽聞有一位很資深的DJ 他過身 有人跟我們說 最近如果要回去 我們要上去三樓 就是我們DJ的大房 很多時候在辦公室 我們就要撞碟 通常我自己的習慣 我會是十二點多鐘回去 在上面找碟 那時候Library已經散了 當然你可以進去 一樓那裡 Library 現在也是 但問題是我們都想打自己的歌 所以我會去三樓 在自己的位置 撞碟 然後自己寫音樂流 或者寫一些東西 做這個準備 這是我一向的習慣 我那天聽他們說 有一位前輩過身 他們說 他是一個非常緊守著崗位的前輩 很多時候他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自己會在自己的位置 開著一盞燈 然後他自己在打東西 以前還做打字機 可能是打一些東西 或者是做一些文件上面的東西 這樣 沒錯 在那一段時間 已經有很多人跟我們說 他就說 如果是盡量晚上回去的同事 就不要那麼多上三樓 都通知了你們 因為有人看到他出現過 我現在沒有管動 他是看到的 你都知道他在三樓推到門 有一個後樓梯 他就說盡量不要走那條後樓梯 其實是不可能不走那條後樓梯 都是只有那條路 對 而且你下去的話 你可以去洗手間 那條路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 因為忍住 那次我是忘記了 不知道那天是他的頭七 還是什麼 七七四十五 那些日子 一大件事 我真的忘記了 然後我就上去 走一走的時候 回想起 走到一半才想起 我已經走到一半 回想起的時候 應該都沒有這麼巧 應該都沒有東西 然後我就走上去 剛推到門的時候 沒有東西 哪有 沒有 聽不到聲音 然後也看不到 所謂的 就是他的位置 開著了 有些燈 或者有人打字 我就嚇人 沒有東西 其實那時候 不是我的位 是梁繼張的位 直清掉的 差不多 已經搞定完了 一起床的時候 就聽到 到 他的位就是 在我右手邊 那我就嚇死了 一整個頭是 paint 你不知怎算好 我好像記得我沒有拿到那些碟,我立即起床後不敢看,閉上眼睛就衝回到下面 所以你還是沒有看到他有位置有沒有亮燈? 沒有,不敢看,我只是聽到聲音,我聽到打字機聲 但那裡是沒有人的,通常晚上12時沒有人 但我聽到打字機聲,我唯有衝回到下面,很害怕 不知道該怎麼辦,那次拿著幾隻碟,就熬了四個小時 是熬了那晚,死都不能上去 你去廁所怕不怕?很害怕,雖然廁所是一樓 廁所沒有關係,總之不會上去三樓,還有我們做完之後,因為已經天亮了 你就會把東西放上去,我就不會了 那次我完全不敢,到第二天上班的時候就跟別人說 都叫你了,叫你不要,這一陣子會有人聽到 一會聽到聲音,一會見到他,甚至有人說是撞到他 所以懷疑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不在 是的,他繼續回來開工 是的 但不要只說廣播道的電台,也不要說歷史悠久的關係 以下來說,你還未知道 真的,跟我有關嗎? 有一點,也有一點關係 我們去年做過一個,三年前,我們做過一個在灣仔的電台 那個電台是新的,但大廈不新的 但大廈就很舊了,以前是大東電報局 是,再早期的是大東電報局 也是接收frequence的地方 沒錯,是的,我剛才聽說他們有說過這些 無論是廣播道的有一個大鑊接收frequence 也好,就算在我們以前的灣仔等電信大樓 上面的大鑊接收了所有的東西回來也好 以下下來,我們交給周涉講一個 你不知道的,在我們DBC 以前DBC發生的一件真人真故事 是,因為那時DBC 大家知道,大家都是回周涉節目 是的 因為你們兩個未試過夜晚 可能是11點多,12點鐘繼續在公司 但我們晚上也是會有節目 也是會有音樂節目 但我們也會報新聞 因為會有一些新聞的同事 會繼續留在這裏 有新聞同事,有technician 還有做音樂的同事 大家以前做我以前的電視都知道 12點鐘是搞新聞的 如果在灣仔的區域 就是直播室還是直播室 新聞房還是新聞房 在小的錄音室裏錄新聞 然後交過去 然後讓technician可以播放 對呀,對呀 所以其實不關直播室的事 直播室,我DJ去完歌之後 就照報新聞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當他去廁所的時候 就見到新聞同事 新聞同事面色很純白 就呆了 他說做什麼事 你不覺得剛才播新聞的時候 好像有些不好的對勞嗎 沒有啊 直播廳的時候 我推飛打沒有什麼 我剛剛進去那個 booth 那裡的時候 一打開門 明明整晚只有我一個人 一打開門 看到另一個人在 但那個人是我們以前的舊同事 跳樓死了 是的 他回來照報新聞 是的,在那個 booth裡面 還有就是有同事 看到他在用影印機 然後看過他 就看到那個影印機 真的在影印有光的 這些我只是聽同事說的 但是呢 發生這件事 亦都是他去世了 沒多久的時間 情況就跟你在電台晚上一樣 是的 原因也可能是一樣 他不知道自己已經死了 就繼續回來上班 因為那件事 其實就是 除了他回來 繼續報告新聞之外 因為他是新聞王子 他要緊守自己的崗位 是有那座大廈的保安人員 看到他回來的 這個我真的沒有聽過 我也是聽同時的說 因為樓下那些人 看到他就這樣走過 就上回去了 是啊 是啊 但也是他剛剛輕生了之後 那兩個月的事 之後就沒有見他回來了 是啊 所以 我覺得是真的 你那件事 是他們上面開高層大會有說的 因為我沒有開高層大會 我只是聽新聞同事說過 因為有新聞同事想辭職的原因 不想推開房間 看到他坐在那裡 他說我很害怕 因為我小女兒 都不知道坐在那裡的位置 還是不坐在那裡的位置 因為他離開了之後 已經收拾了 我們舊電台 日後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人 真的有100個人 但晚上其實只有十幾個 你不計技術 新聞可能只有兩三個同事 尤其是晚上的時間 可能很容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地點 還是什麼原因 我只是聽過有人說 因為那時候我坐在他旁邊的 你記不記得 我是坐在隔離的 所以他是坐在我旁邊的 他出事的時候 你說是不是廁所 近廁所的門推進去 只有三個位置 那三個位置其實是我們坐的 他坐在我旁邊的 我聽聞有人跟我說 他應該是出事之後的那個星期 也有見過的 就是他坐在中間的那個位置 遇上地在自己寫稿 他經常在那個位置寫稿 聽電話 約嘉賓 照來做他平時做的事 大家當見不到 就走下去 但出來他就不在 文說為什麼他沒有再回來 是樓下有一個看僅 有一天 就是說他們不知道 所以回來 那個看僅就說他不害怕 他不害怕這些事情 他絕對不害怕 他也知道 他有看報紙 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有一天 他看到他坐升降機 他就告訴他 鄧先生 下班了 不用回來 這樣 這樣 然後沒有回來了 沒有回來了 沒有回來了 是啊 所以有時候你問我 尤其是娛樂圈 人間有情 就是每年以前 我們在清水灣電視城 差不多這段日子 這個月那些化妝姐姐 服裝姐姐 很好心地 我告訴他們 我很疼他們 整班 他們 女子阿怡 大眼 他們這樣 他們就會 跟我們熟悉的 他們會問 師浩 今年你給不給錢 我們連連離開 因為我在成長 當然知道 我說好 給200 好 我們會寫下 會有一張紙 寫下 有多少人 放下錢 他們 凡是農曆七月 我不知道現在他們的服裝 還有沒有 以前你知道我們舊電視城 就在清水灣電視城 旁邊就是邵氏 他們有一個服裝間 擺衣服的位置 就是黏著邵氏影業的 就是黏著 在擺衣服的位置 後面 你們看不到 因為我進去看 所以我知道 他們會將在電視城 邵氏 上班的同事 有一個靈位 放在後面 是有一個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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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當年 他們一群人很不捨得 這個人 不捨得這幾個人 離開 所以他們自己 切了靈位 在後面 包括有什麼 父星哥哥 有一張照片 有一個位置 翁美玲姐姐 有一個位置 中保羅哥哥 有一個位置 他們不久經過 就會買些東西 放在那裡給他們吃 因為他們說 為何這三個人 他們要放在另一位 因為他們不久回來 因為服裝姐姐 見過他們回來 既然是這樣 不如放一個位置給他 反正他也會回來 所以剛才這三個 已故藝人 他們會回青水灣電視城 也經常有類似的故事 他們要回來 既然回來 不要讓他們到處走 怕會嚇到別人 電視城這麼大 你到處走 會嚇到別人 他們說 你回來就坐在這裏 我們給東西吃 裝香給你 你坐在這裏 所以他們 這一班的服裝姐姐 真的很有心 每年的農曆七月 他們就會夾一些錢 就會燒一些衣服 給這三個藝人 通常他們就會走過來 之後說 今年我們燒東西給他們 你夾不夾 我可能會放下一二百元 一夾一夾一夾 心意 每年都會做過他們 他們都走了很多年 附星也走了很多年 他們都會繼續燒給他 因為最主要燒給他們 附星哥哥 他們說我們雖然跟你熟 有人和你們不熟 回來後 不要到處走 你們坐下吃東西 所以就在服裝間後面 擺服裝的在後面 就擺了三個位置給他們坐 回來不要緊 坐在這裏 有你的位置 是的 有時候聽到服裝 做了很多年的服裝 在眼尾看見他回來 就會跟他說 放下了食物 坐下就在這裏吃 不要走出去 他怕他們走出去嚇到別人 真的會嚇到別人 真的會 有人會害怕 尤其是資歷少 剛剛進來的那些 假設你這樣 我不單是害怕 我害怕到賴尿 但是不是都是一些 去世得很突然的 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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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根據這個 不同的宗教都有 他們枉死是因為 他們不知道自己死了 這是一個原因 所以他繼續留念 第二 所以他只能夠回到過往工作的地方 住的地方 重複過這樣的生活 是的 根本都不知道 照上班 總而言之照上班 照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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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這樣做 所以你們有機會撞到他 所以他們切了一個零位 他們就說不要到處走 坐在那裡 你還沒有空間 有些姐姐就跟他們說 還沒有空間 坐多一會 這樣就撐住他們 在那裡 那為什麼不告訴他們 他們已經下班 等於 你下班了 不用再回來 國家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就說 如果你輕生的話 你本身的陽手未盡 一定要在陽間逃避到你那個 盡了 不定重複 重複 對 所以就算你跟他們說 那句話 他都未必可以離開這個世界 可以去奈何橋那裡 這樣 這樣 繼續回來 他們繼續回來 邵氏那群服裝姐姐也好 TV那群服裝姐姐也好 很好的 他們知道他回來 有時候告訴你 我不說誰 三個其中一個 怎麼了 沒有漂亮衣服穿 你掛了套在這個位置 自己穿吧 不要嚇到別人 會跟他們說話 他們會跟他們說話 很大膽 我想他們生前 應該是跟這群藝人 非常好熟 熟到不得了 他們是世代相傳 這群服裝姐姐 就算他們有一天不在這裏 那三個位置是繼續供奉的 他不是叫供奉 萬一他們還留念在這裏 那些地方 他們說話以前都是一場同事 這是很少人知道的一個 我們常常覺得娛樂圈好像沒有情義 但如果算有情義 你想想想 都逃了這麼多年 都還繼續消夜給他們 每年都 我覺得除非是你搬遷 如果不是繼續在那裏 就應該會繼續在那裏 那三張照片 繼續在那裏 因為那個服裝間還在 所以還繼續在那裏 他們也會繼續夾錢 他們自己的出心意 以前都是在那裏打工 整班都是同事 要回來又有多出奇 所以我們以前 因為現在拆了 我們很害怕的 因為有個廁所是黏著邵氏那裏 我們很害怕 我們小朋友 因為誰告訴我 都是一個在TVB做了很多年的人 告訴我 不要去七八廠的廁所 男廁還是女廁 男女廁也有 他說七八廠的廁所 不是你們去的 什麼意思 廁所不是人去 就是留給他們 是他們去的 或者你不要打擾他們 那你很急 那怎麼辦 我們不是的 我們跑去二至五廠那邊的廁所 我們不去七八廠廁 我們很小時候已經聽到 那些服裝姐姐就說 不要啦 乖啦 不要去七八廠廁 去二至五廠那邊 我就問他為什麼 哎呀不要問為什麼 總之這邊的廁所不是你們去的 不是你們去的 去那邊 因為他免得你 走到天 都會蹲在那裏 他也要找地方躲 還有第二件事 入到電視城 我很記得 很小時候已經教我兩件事 不能做的 第一 第一不要入七八廠廁所 第二 拍戲千萬不要看燈槽 哦 是啊 有聽過這個 整個都有聽到 整個都會見到 是啊 他說拍戲千萬不要看燈槽 燈槽可以解釋給大家聽 就是頂上那些掛燈的地方 不要看上去 我說為什麼不要看上去 叫你不要看上去 不要看上去 我就很八卦 我說為什麼那時候很小 十九二十歲 為什麼不要看上去 你想不想看上去 看到人看著你 嗯 而且那個不是打燈師傅 我說不要 他說 還有 看到獸花鞋 不要看 馬上掉頭走 千萬看到電視城裡 有堆獸花鞋放在一邊 你不要撿它 不要弄 不是你的 那樣東西 我經常聽到獸花鞋在女廁 是 他們說在女廁 不知道有哪一格 有時候會見到 兒子關了門 然後整個都叫我們不要 走去裝 如果你這樣裝 有時候你會見到獸花鞋 如果你見到的話 就很快點走了 還有就是 你有沒有聽別人說過 如果你在服裝間 通常男生是比較少的 女生就像韓姐那樣 一把長長的頭髮 也不要用這個方法來吹頭 有很多想它乾得快點 你不是會把整把頭髮這樣 吸轉 吸轉到這樣 不斷吹 不斷吹 都不要 因為有人試過這樣 想著可以 令頭髮快點乾的話 這樣蹲下 不斷吹 吹 然後就聽到 有人在外面進來 他就以為 跟他一起 要開工的那個姊妹 例如韓姐那樣才算 那個吹頭是我的 這樣才算 就跟她說 韓姐怎樣 我很快 我再吹多一會 我已經吹完了 看到沒有人回答他 然後他就一直吹 說為什麼 為什麼 聽到腳步聲 一邊走走走走走走 他一看一看我旁邊 是一對瘦花鞋 是呀 這個很出名的 然後一看一看 是沒有人 只是一對瘦花鞋走來 走進來 是呀 所以叫你千萬不要這樣吹頭 不要呀 因為他們看到這樣 以為頭髮是那些姊妹 是自己人 是呀 怎麼知道 原來他只看一看我 就說很快 很快 看一看他 哇 你什麼事 沒有人的 總之 電視城也好 片場也好 是真的很多真實的鬼故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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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看一看 可樂 看一看 我 看一看